宗教里面所求的 是要做一个有道德的 中国人家神仙人 是要求人民 端无修宣 好死不是坏死 要求人民向神仙人学习 宗教里头有戒律 有伦理道德的哲学 都讲到天堂地狱 那天堂地狱有没有 肯定是有 怎么知道 一切法从心向神 你能够承认这个原理 你就晓得 天堂是我们的善心 善心 变形出来的 地狱是我们的 我念我心变出来的 坏一句话说 自作自首啊 自信里头没有啊 自信亲近 一法不离 不但没有 六大轮回 连十法级也没有 还要包括 一切祝福 舍宝专言图 凡数有象 皆是 虚望 没有舍 祝福菩萨的舍宝图 除外 没说这个话 那换一句话说 统统是虚望的 从哪来的呢 念头来的 我们有善心 善心变形的是天堂 我们有恶念 恶念变形的是地狱 是这么来的 所以 是乎是福 是善是悟 与别人不相看的 佛法讲啊 与心外不相看 这是你心里面的变形 心 是一切法的主宰 是一切法的给予 这是佛教证训 那么佛法的修行 最后 终极目标 不是天堂 佛教有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手段 不是目的 中途战 那这个中途战 不是修习的 是到那个地方去修行的 那是一个学校 到那里去上学 完成 终极目标 终极目标 回归自身 我们从自信 伸出来 最后呢 还回归到自信 这就圆满了 一切万福 佛法时的很明白 行深 行深 行献 一阵法界 受法界呢 为师所变 啊 就在 所生 所限的基础上 啊 阿赖耶识 起了变化 把一阵法界 变成 是法界 变成 六大轮回 心 你看 能信 能生 不变 会变的 阿赖耶 阿赖耶识旺行 我们现在 起心动念 阿赖耶 啊 佛菩萨不会起心动念 为什么 他没有阿赖耶 他没有迷惑 阿赖耶是迷才有的 觉悟 觉悟 啊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是一个学校 我们到那边就上学去的 阿弥陀佛是最好的老师 他真正发大菩提心 帮助六道 这一些 迷惑 深重的种子 他用他的本院功德加持 在他所建立的 极乐世界 他用这个做手段 帮助我们 成就 一生达到旧经约门 一切祝福当中 只有阿弥陀佛发的这个信 其他主佛知道了 佛佛都有这个能力 都有这个智慧 都有这个智慧 都能 建立 基督世界 为什么不建 有一个建立了 够了 一切祝福 不需要再建立了 一切祝福 刹土里面的众生 成就不了的 送到基督世界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 成就不了的 释迦牟尼佛 把极乐世界 介绍给我们 劝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 度众生的功德 就圆满了 从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佛与祝福 多么佛与祝福 互相尊重 互相关怀 互助合作 那 释迦牟尼佛 在 娑婆世界 教不了的众生 送到极乐世界 一切诸佛 刹土 也如是 没有例外的 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圆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